以前这只正在努力看片子学习的大熊猫 就是乐乐的爸爸伍杰 一提到伍杰 乐乐的妈妈护宝就来气 年年相亲都要报答伍杰 其实护宝是一只脾气比较好的大熊猫 它活泼优雅 还很爱笑 之所以这么生气 就是伍杰跟新二人 一开始中兴跟新加坡的原方 都对伍杰抱有很大的希望 想要自然繁殖 要知道中兴培养它们的男熊是很有方法的 所以中兴的男熊个个都很强的 比如 曼月梅 原兴 金科 舞阳等等 眼看伍杰年年不开窍 于是有了中兴远程指导 原方给伍杰疯狂补课 练后之力量 让他看前辈们的珍贵片子进行学习 其实看视频教程学习是很正常的 中兴的男熊女熊 很多都会看视频学习 像卢卢 水秀 都是这样过来的 可是中兴忽略了一点 伍杰可是你们老大男武岗的儿子呀 新二不会本 跟他的爸爸段正勇毫无关系 但是伍杰的话 多半是武岗的过 互绑年年假孕 从青春年发 逐渐步入中年 原方跟中兴看着都觉得焦急 在这对夫妻快满十周年时 俩熊和龙 武杰还是只会给护宝按摩头发 原方跟中兴只好给武杰做了人工 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 看来护宝是很想要的宝宝 几个月后护宝顺利生下可爱的乐乐 不过看得出来武杰也很爱这个孩子 经常父子俩隔着窗在轻轻 父慈自笑